小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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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装化得太快了吧 我本来想跟大家变化妆 上天聊天那天晚上 有一会儿突然间心情特别的不好 你知道做自媒体 它很容易有一段时间 你就会陷入一定的自我怀疑 自我反省的一个阶段 比如说对你现在的产出 内容包括说未来的一些 发展的方向 空间都会比较的迷茫 但我觉得也不止做自媒体 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 我正好昨天Herry在看YouTube 他是第一次 就是在我就是比较不自信的 这样一个状态下 他给我读了YouTube上的评论 突然间还读到一条 我有点忘记具体的内容 反正大概就是对我的剪辑手法 然后展开了一系列的评论 我当时心里面就是 居然还有人懂我的那种 我感觉这些年主要是 长视频创作者都会有很多很多迷茫 就我记得我刚拍视频 还上学那一会儿 那个时候我是感觉每一周 都比上一周有一个进步 它可能是一个很华丽的转场 有可能是一个很炫的剪辑的技巧 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在剪辑啊 在创作啊 这方面特别的卷 就是大家就那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那这两年的话 我感觉大家就都是稳定的输出 就现在的话肯定 放在这一部分的精力 现在肯定还是要拿出一部分 来放在其他上面 因为作为一个自媒体工作者 你肯定要各个平台都全面发展 那可能我现在比较忙的时候 我也会选择去拍一些小的视频啊 竖屏的视频 包括说这两年的这个原因 大家都在家待了很少时间 你的这个创作域肯定也是 被抑制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感觉这两年可能 做的就是一些平稳的 然后比较知道大家喜欢什么 就去做什么 可能没有做更多创意创造性的东西 真的有的时候还是蛮怀念 比如说在出去玩 在墨西哥拍的那些视频 就是两个人想一夜的脚本 然后第二天就给他咔咔一顿狂拍 因为我觉得创作者 跟大家沟通的方式 看到结果的方式就很简单 就是观看量啊 然后评论数啊这些数据 所以你是通过这些来评判 大家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内容 就是费了很多力气去拍这个东西 会不会大家其实并不喜欢看 大家就还是比较喜欢看 轻松的一种吃吃喝喝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内心会有很多这样的 犹豫挣扎 今年也跟我团队有说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像重新再来一样 今年也会多多的出去玩 保持一个好心情 跟大家一块来拆一下包裹 这两天一直都还没来得及收起这些 这个像那个鸡蛋盒子一样 但是你们知道这样是干嘛的吗 它居然是用来放项链的 超可爱 有些这种小珍珠 还有彩色的这种石头穿起来 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金色的吊坠 就是非常的夏日感 然后还有一个小贝壳款式的项链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适合夏天 这个我大概会燃烧它 就是会把它当成一个白尖 放在后面那个厨子上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帆布袋 各种颜色的眼光中筒 最近不是特别流行那种芭蕾风格 就可以穿上那种芭蕾鞋 然后上面套一个这个中筒 就是超级十方 大家懂得 还有一个超级粉的帽子 整好春天了 我最近就想要一个这种粉色的帽子 而且就是这种粉色 它是一个有点雾霾色的这种粉 这种粉色就是什么皮都可以戴 不会显黑的那种 这个是凯西色彩的一个PR包裹 超级多他们家的 这个里面是有十支笔心 这个太多了 我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饰品 这样一个小车子打开 我选了一个这个 我到底对没对上交 我这样让我高兴 我心里很烦躁 不夏天的话我就选这种 稍微夸张一点 比较粗在感 因为夏天穿的比较简单 这个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做三头花 变上去之后就是比较大的这种 然后这个是我选的一套成品 因为现在不是整好的春天了 我现在盖的那个丝绒的有点太厚了 所以我就选了一套很干净很大气的那种白色 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最简约的嘛 我之前看好多人推荐说 它这个是海岛长肉棉 就是你看起来它是这种丝质的有光泽感的 但是你摸起来又是很轻浮的那种棉质 就我觉得会比较好搭理 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干那个丝绒的嘛 然后马上就夏天了 我就想选一个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 就是等天气炎热的时候也都ok 这个真的太舒服了 我感觉我这又要赖床了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一套好的床品 真的是严重增加你这个赖床的几率 这个是一个泳衣的PR包裹 我去海岛我都对不起这些衣服 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连体的雾霾蓝色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视频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是不敢穿那种分体的泳衣的 因为我个头比较高嘛 所以就不适合穿上面和下面分开的 但是我今年我就不在乎这个事情了 我就想说真的不能有这种身材焦虑 有种帽焦虑 就是喜欢什么就穿啥 你管它就为什么一定要穿别人觉得你合适的 这个是一个花花的笔巾 然后这个是一个这种橘色的 我觉得很好看 很少女 还有一个这种连体的 上面是一种小柠檬的图案 跟大家一块分享吧 这么多泳衣我也穿不过来 他们给我寄的这个都是S码的 穿S码泳衣的朋友们 你知道这个房子最好的一点就是 我们这层有垃圾房 太开心了 还有最后一个包裹 买的酸奶 这个是我一直家里面喝完了就囤 还是这种有酸奶味甜一点的那种 香草味酸奶的那种口感 我觉得它是有水果味的 放松西瓜草莓 然后芒果白香果 还非常这种就是万种的 浓稠度是刚刚好的那种 有时拍视频的一天 然后Harry出差了 她说我可以录我的独居女孩日记了 拔制使不是为了孤牙吗 然后她又给我绑那个新的皮筋加粒了之后 我这两颗牙又很痛 然后上个礼拜又没吃好饭 所以我现在看什么都很馋 然后我刚刚就给我自己点了小龙虾 我快馋死了 爽爽爽 看了什么剧呢 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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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给大家看看 我这个兰花开的多好啊 上次给大家看的时候 还是那种小孤伦的 然后现在都已经开花了 好漂亮啊 我都能养活 大家也能养活 长大以后就会越来越喜欢兰花 哎 我跟我妈真的是养植物的 两个大的极端呢 不 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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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正好 煮了一个新的床品 然后看投影 太爽了吧 我们这个家终于床对面就是墙 就是前面几个不是窗户啊 就是橱柜 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在床上 看电视装头影 然后搬了这个家之后 生日那天 Herry就把这个头影给装上了 太爽了 一会准备去参加个活动 刚才剪上一个视频 然后有一段素材 真的太丢人了 就不想放了 你们看看我致尺疼成什么样了 就是一到晚上 真的是疼到哭泣啊 朋友们 这种就是自己看一看吧 太丢人了 真的太丢人了 实名给大家表演一下 什么叫疼到哭泣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是有点略丢人了 然后刚才剪视频 看我们上次去车楼上 也太香了吧 所以我就决定 今天晚上就去车楼上 那个炸鱼皮 上次牙齿都没有认真的来吃 还有它那个奶冻 今天晚上就要去吃了 好无聊的博主 上周的视频和这周的视频 吃的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就是这样 我看见什么 我想吃什么 其实我之前看韩剧也是 看他们吃啥 我想吃啥 还有就是 我喜欢吃的东西 我就会一直吃它 然后吃到吐 那是不也是一个宝宝吧 真的还有这个宝宝呢 原来跟他说似一辈子 这就是我的宝宝 然后把宝宝装 加热 这条裤子不是很一样裤吗 很时髦 也是今年的流行趋势 但是这个裤子 我会觉得大概就是穿凉水就算了 我再比较这两个裤子 我刚才在想 那条裤子如果我在外面穿 秋冬天的外套和皮衣 这种东西的话 能穿吗 但我觉得不合适 这样穿也挺好看的 所以总结一下 就是说买到衣服之后 我会思考的问题 一个这个还是有可替代性 然后第二点就是实穿性 对 显不见好 质感好 质感好不好 对 你买这一件衣服之前 你会思考他怎么穿 这是天生的还是培养 很多人都说你的穿衣品味 你的时尚什么 你从一开始 你要找到一个你的fashion icon 然后你去模仿它 慢慢慢慢就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或者说你看的多了 就说比如说怎么培养审美 人家也会说 你先去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 你看的最多的一个风格 然后你可能先去复制它 然后慢慢慢慢就走出来自己的一条道路了 我非常爱慌购物网站 我身边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就是逛一分钟我就烦了 逛了那么一会刷刷刷刷刷 就累了 然后我身边的人基本都会烦了 我可以在那逛两个小时 一直看 一直看 我那天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一直在逛那个Masimodo 也不是为了去买 可能我觉得比较喜欢的风格 喜欢的什么我就会点个收藏 我记得真的特别好 所以说这些图片 只要是我刷过的 基本上都留在我脑子里面 自己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大概看到这个单品的时候 我大脑真的像一个引擎一样 可能就会把我看过那些照片怎么穿搭的 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风格 已经给我拼凑好了一套 我觉得我在做客户分享的时候 给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摆搭性 这是因为我真的非常在乎这一点 就我买这个东西的话 我脑子里面一定是已经想好了 它可以搭配A 可以搭配B 可以搭配C 但是如果我既然脑子里面 没有这个画面的话 我不会买 但是就此我也有点找到 我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愿意花时间 我就帮你们选 就出百搭的 实用的单品给大家 我刚才回来之后 我刚才回来之后 我一直在剪视频 蛮可爱的 像那种巧克力道 这个也是 刚剪到这句话 我就不行了 然后我立马下单了 三包巧克力 所以我真的是那种 看到什么我就立刻 我就得吃到它的那种 好喝 雨吧 上海的姐妹们 今天终于出太阳 结果我已经快 相信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见到过阳光了 就每天也不是说下 还是什么雨 就是阴阴沉沉的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 我一打开窗户 敷个眼磨 就是有时候剪 剪的视频 真的是很上头 就那个感觉来了 挡一挡不住 整天了两点多 整好 Harry也是刚忙忙回酒店 然后我们俩打了会儿电话 想说交流一下 各自一天的心得 结果一下子又聊到 这个事业规划上 然后就四点了 一般创刀视频 我喜欢这种 节奏感比较强的 因为比较好卡点 然后音头部分 也会比较有激情一点 感觉少一些那种字体 我今天点的 我特别喜欢的一家 就是OMALS 这看哪天 我都我都无语了 我刚才戴在里面的时候 它是这个样子的 我心里面就一下子抖了一下 我以为会撒了 你们看它就这样摇摇欲坠的 但是居然完好无损 怎么够做 真的是蛮神奇的 今天天气这么好 所以我给我自己点了一杯 樱花拿铁 现在的面包还有甜点 特别而且很健康 今天点了一个Africa Toast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茶黑芝麻卷 打开就很香 这是一个奇亚子香蕉蛋糕 这个是一个Glutenfri的南瓜派 它这个有点瘦香了 这也是明天吃的 拿一个漂亮的盘子来装一下 感觉这个和这个的 大家应该看不出来 但是我真的是毛病特别多 这个要再晾一点点 20秒 我从本来晚上就开始剪 我觉得我可能要剪个 两个小时七八 好香的黑芝麻味 吃完这个牙子会不会变黑 我觉得不喜欢吃黑芝麻味 特别重的东西 这个就是完全混进抹茶的浓郁里面了 烫家肉会觉得很好吃 牙齿健康的日子 我真的过得太舒服了 朋友们 你们看 我不是整牙了吗 所以现在笑起来之后 我这边会有牙齿上的腹肩露出来 我像吸血鬼一样 但还蛮可爱的 对吧 如果有人说我的话 你们要听我告诉他 我这样很可爱 现在视频剪完了 我要开始搞一下封面 还有就是上新的手图 我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多记录我的工作 就是因为我的工作真的很无聊 对吧 就是从这个电脑转到那个电脑窗 然后从这个电脑转到那个手机 其实你像我每天都在电脑上工作 但是我特别讨厌微信登电脑 我已经寄到一下垃圾 我已经寄到一下垃圾 我好像知道我把家里都很忙 我搬过来之后好像还没有特别的整理一下 我之前把帽子都放在上面了 然后这边都是冬天的一些西装啊 外套 然后这里是我放的我夏天的一些T恤啊吊袋什么的 因为它们都比较小嘛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挂起来 所以就买了这种收纳盒 这样就比较一目了然 想穿哪件T恤的时候就把它揪出来就好了 这里就是放的一些可能没有那么经常穿的 然后这边是一些稍微长一点的半身裙 还有一些不是那么经常穿的牛仔裤 鞋子呢其实之前那个家两排都是鞋子 但是这个房子它门口中有一排鞋柜 所以我就把大部分靴子都放到门口了 把它们一直朝里一直朝外 这个样子能装的更多一些 所以后来发现这一排鞋柜就够了 旁边呢我就会放一些墨镜啊包包之类的 这边手势太乱了 我还没有仔细收拾 这个像盘真的是太好用了 朋友们 我都已经用了这是五六年了吧 这个像盘应该是跟甜筒差不多 去完韩国甜筒就来家里面了嘛 所以就四年了 但是还是可以用呢 只要是它挂起来的 我所有衣服都超级超级香 我是用非常喜欢的两款蜡烛 来做的这个笔刷头 这个像分就造型感还蛮有特点的 上面是一个这种木质的球球 它的这个木质箱是很淡雅的那种 而且是很国风的那种木质箱 你们知道吗 所以就特别好闻 爸爸回来了 啊你听懂啊 好可怕 我今天给你点了一个大菜 土豆焖豆角 排骨土豆焖豆角 哈绕回来楼上去跟我说 想吃我们楼下的水饺 他给你点了一个土足的凉菜 还行 你的发型 很棒,最近你在看什么剧 你们家平均多少时间吃一次觉 一周一次 我们家也是 你说北方都这样吗 对 还是只有山中这样 北方都这样吗 咱们之前看《水雕英雄传》 对 还有 我等着你一起看的 咱们之前不是把回想看了吗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除了最后一集都挺好看的 最后一集就 你也不能说不好看 就是觉得有点离谱 好吃吧 你这两天吃什么 这两天 晚上都是跟朋友一块吃饭 吃这家超级好吃的杭州吃 那不是说杭州是美食荒座吗 他们那些杭州本地的也说那家好吃 怎会有点离谱 主 wedding 第六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